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会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我们要健康都要从多方面 有些地方我们无知 生活秩序没有弄好 没吃好 我们不快乐 疾病 我们现在请快乐的吴医师帮我们 看我们怎么能够更健康更快乐 谢谢 谢谢 老子慈悲 我们亲爱的师父 祝师父早入康护 我们在座的各位法师 各位闲士同修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今天这个讲座 这个是最后一堂 大家都很辛苦了 不过我发现 每一位都精神饱满 这个我们要归功 我们主持人的 非常的精彩的主持 各位主讲的人 非常精闭的内容 所以大家都非常精神饱满 那这个时候下午三点到五点 这个在房地的内经的 十二个时辰里面的养生 这个时候是生死 这个时候是人生 我们人一天十二个时辰里面 最重要的第二个房金时刻 这个时候以科学来讲 现在我们的新城代谢最旺盛 这个时候学习能力最好 这个时候的身体的筋骨 都很轻松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去锻炼你的体力 你要用功锻炼你的头脑 各方面的学习 都会事半功倍的 我很佩服 刚才杨宴长 还有几位校长 他们都是防昏的这个时候 去运动 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是养生的道理 这个时候是膀胱经当道 膀胱经当道要排毒 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 都要尽量的喝水 一定要尽量的去解小便 把这个膀胱经当道 把这个膀胱的毒排掉 不要憋尿 现在我们的医学知道 憋尿会怎么样 免疫系统会下降 所以我这一堂等一下会尽快的 结束 请各位港发机 解解小便 在以前 十二年前 大概十四年前 常常在电视 跟各位打招呼 都电视露脸 因为那个时候 是SARS期间 非常对不起 好久都没有 跟各位打招呼 今天非常高兴 见到各位 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 借这个机会 先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 谢谢各位 那今天大家来参加讲座 大家也许都很认识 不过我想 这个时候 大家跟前后左右的人 打打招呼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你来参加 好不好 现在开始 跟你的前后左右 打打招呼 谢谢 你看看 有没有什么改变 精神会很好的 好 那今天这个题目 我很敬佩杨院长帮我订的 因为杨院长 他知道我最近出了一本书 就是快乐的吴医师 Q&A 我是希望这本书 我自己会快乐 那希望也把这个快乐 带给各位 那快乐是会传染给人家的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什么都没关系 欢喜快乐就好 是不是 那也希望今天呢 各位闲事同书啊 今天所学的 所听到的 所有一点点的收获也好 带回去 传给大家 传给人家老板 老板 出品 隔壁 这种事情呢 不是功德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各位说 是不是 那前几天呢 我到台北的这个 永康商圈 大家知道吗 那个都是年轻人的天地 那我跟我孽人 两个也去走 结果我发现 有一家管子在卖那个 梅子粉的 但是它有个牌子写 长寿就是赢 这句话我觉得感受很深 我想到了那个 最近看的那个电视的 那个三国演绎的那个 金师联盟里面的司马懿啊 跟司格亮啊 两个是棋风对手 但是最后呢 所以说明比较短 司格亮只有53岁 司马懿73岁 所以他的结果是 就如三国演义所写的 所以长寿呢 是胜利的 是赢的 人呢 要求长寿 是从古以前就来的 秦始皇时代的 甚至于追求 强生不老 那我们到现在呢 工业革命以后的 每一个世界的人 寿命都很延长 2017年 我们内政部公布 我们台湾的人啊 男性的 疫情的平均寿命 已经到了77岁 那女性呢 83岁 这样的标准啊 一只追日本 但是还是差一截 这个里面呢 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女性比较长寿 你看看全世界各个国家 女性都比较长寿 为什么女性比较长寿 我想在座各位 可以挤出讲出100个理由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 以科学的异常 女性呢 因为她的基因跟的染色体 是XX 两个X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X有问题 另外一个X会怎么样 帮忙她 修补她 病就好了 男性呢 是XY X走X的 Y走Y的 不帮忙她 这个是一个根据 第二个呢 是女性的这个 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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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保护心脏 很多的好处 我们的邻近旁边的一个韩国 前几年有一篇报告 各位知道啊 全世界有太监的国家 有哪里呢 中国还有哪里 韩国 还有没有国家 没有 全世界有太监的 只有这两个国家 太监大家知道了 就是气势嘛 韩国有个学者 把过去的韩国的 有记录的太监 通通拿出来做研究 太监的平均寿命 七十岁 那个时候的韩国人 平均寿命才几岁 五十岁 这个告诉我们呢 厚人蒙 女性的厚人蒙 是比较会长寿的 男性的厚人蒙 大概没什么长寿的帮忙 另外一个原因呢 人为的 大家都说 女性啊 很贴心啊 母爱啊 做事情很细心啊 都很动啊 这些 你看今天来上课啊 是不是 女性比较多 早上到公园去运动的 去 一模二模的 女性比较多 男性的是公园 顶多在那边下棋 去参加读诗会 去参加什么 或者我在医院服务 每天看到的 来医院看病的 都是女性 女性比较会照顾自己啊 男性很病痰 不良的习惯一大堆 那一大堆 就这个女性是这样 科学家有这样的研究 好啦 那慢慢的最近呢 英国有一篇报告 说男性女性的这个 平均寿命啊 慢慢的赶上来了 英国预估在2030年 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 会缩短到1.9岁 女性感散了啦 她的分析是说 现在啊 女性什么工作都做啦 以前男性危险的工作都有做 现在女性也做 女性的不良习惯 抽烟喝酒 其他的 种种的不良习惯 慢慢的多啦 她预估到2032年 男女的寿命会一样的多 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个事实 台湾的100岁的人多不多 越来越多啊 现在你去跟人家注寿 你不能说 啊 注你长年百岁啊 啊 有一些子女啊 很高兴跟她阿嬤做寿 100岁做寿 结果那天晚上她阿嬤不高兴 她凹你很怕 阿嬤啊 到底是怎样 不过大家都叫我啊 跟我說 注你长年百岁 我嬤你就一百岁了咧 以后跟人家注寿 不要说长年百岁 啊 注你的寿命三位数 你自己去家 看你要100多岁 人类真的送心寿命 可以到125岁 我们台湾的人越来越健康 但是我们的100岁的人类 越来越多 到2017年的内政部的报告 全省有3000多个100岁的人 多不多 很多哦 但是比日本呢 差很多 差到五倍 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啊 养生啊 还有大家在努力 那 健康是什么 健康的定力很多啦 我最近问很多人 中文姐 她说 没有二床 是不是 没有痴呆 中不中啊 生活和都能够治理 都很活泼 这些够吗 不够 心灵要健全 心灵健全可以吗 不够的 你的行为要合乎社会 你不能做一些很违背社会的事情 这样起来的才是所谓健康的定义 那 常常有一句话说 生病要找医生啦 健康要怎么样 生病要找医生 健康要靠自己 要自己来养生 自己要重要的 走出医院 不是健康啦 走出医院以后 才是你要努力 自觉的时候 这是健康我的个人看法 那快乐是健康的 的这个秘诀 希望大家都天天健康 每天都笑嘘嘘的 你健康又快乐 一定会更健康 你快乐又健康 一定会更快乐 这两个都配在一起的 那 我们台湾人有常常在讲 有痰没痰也就喝痰没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不是说 要去喝小酒啦 就说要开心啦 今天有痰没痰 今天事情如意不如意 不用 放在旁边 就是来去喝淡泊 欢迎一下 日本的电影 左祸的阿嬷 她说 不管怎么哭 也要仰天笑着给上天看 这个意思够不够深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啦 十之八九 但是快乐的事情很多 我以前读诗的时候 人家说 这一段时间有四大喜事 我想各位都练得出来 第一个什么 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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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高兴 但是也有悲 第二什么 东王花职业是在各地啦 有新娘又不 生娘又不是我 第三呢 他乡异孤之 他乡异孤之 遇到的是债族啦 最后一个是什么 金榜提名石 是别人的啦 有喜的 又悲的 三个兄弟 住在那个二十八层楼的很高 平常住得很高兴 那天台风来以后停电啦 他们要怎么样 就要爬楼梯上去嘛 从地下的B4的停车堂走上去 那个老大就说 哎呀 这么多层 我们还讲讲自己悲伤的事情 这样比较容易上去 老大就开始讲 然后边走 走了好几层楼 老二也讲啦 已经快到房门口啦 老三讲 老三说我年纪比较轻 我还没碰到什么悲伤的事情呢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们房子的钥匙还在 车子里下 毕章的事情 常常都会发生 但是那都放在旁边 我们在医院上班 常常看到 交互病房 交互病房 旁边呢 好多仪器 什么液克膜 什么什么的 那个病人差三管 四管五管 请问各位 你看到的是什么 生命的挣扎 生命的挣扎 你看到的是什么 那些人没用了 你看到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关联不一样 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妈猫虫要过河 妈猫虫各位知道 妈猫虫要过河 各位想它怎么过河 这里有人讲说 变蝴蝶过河 有人说 爬在人的身上过河 有人说在床上过河 请问 变蝴蝶过河的几手 好 爬在人的身上过河的几手 爬在床上的过河的几手 有没有 大家的观点不一样 有的看着老眼 变成蝴蝶 就可以飞过去 对不对 还有的说 我变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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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如河在 人的身上就过河了 所以我们在医院的脚屏房 看到的真正的 不一样 一堆的仪器中 里面的后面是什么 成功的秘诀啊 有人说是勤捆 最近英国有一篇文章报告 他说勤困的工作 当然也是需要的 但是开朗的个性 开朗的个性 善于做工作 乐于做工作 我做个工作很高兴 快乐的把传给别人 别人也会快乐的帮助你实现 你的愿望 所以呢 这个快乐的心情呢 都是大家都必须要的 我有个朋友啊 喝酒 酒瓶很不好 每一次喝完酒以后 大家都要帮忙他 扶着到他家里去 在宁一案 他老婆出来 好像那个什么 母夜叉 凶得要命 我们马上就拔脚就跑 第二次呢 送他去以后 按了电银以后 就给他丢在门口 远远的看他老婆 有没有来接他 因为不敢进去 这是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呢 他的老婆就很贤惠 他知道他那个老公 每一次去喝酒 一定酒品不好 所以他这个老婆 就准备了一些毛巾 炖个什么蜜豆汤 我们送 那个酒队的朋友回家 叫他老婆开门 对着我们说 你们辛苦了 第一个毛巾 给我们擦一擦汗 请大家坐一下 喝蜜豆汤 我有两个朋友 我当院长的人 我以后要升哪一个人 升官 答案在各位身上 对不对 各位在各位身上 所以这个 这个 成功的诀窍 是很多的 那我后面还提到 快乐的生活的养成 写了一大堆 给各位做参考 我个结论第一个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怎么样这块的 有龙乃大 宽宏的对待别人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清朝的一个 林哲徐先生 他在一个书店里 书的这个书书里面 他写了一个对年 他说 海纳百川 有龙乃大 必立千任 无刚者 无义者刚 这是 我个人觉得快乐生活要讲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觉得呢 第二个呢 怎么快乐 听老婆的话 很要紧啦 因为老婆的话 他会母爱啊 他一定会照顾你嘛 每一个老婆 没有说不照顾老公的啦 除非说我那天去精神病医院 看到那个 第一个那个 第一间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发心神病 头一直在墙壁在磕 敲墙壁 手拿一个照片 我就问院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 他说啊 他就是没有起到这位小姐啊 启笑 所以头一直创墙 我说哦 这个病情我能了解 走到戈壁去啊 一看到一个人啊 也是一样 头在胶壁 所以是拿到那个照片 我一看 两张照片都一样的小姐 我就问那个院长说 那他是什么病情 他说他娶了这个老婆 也头在那边磕头 也在创墙 这样的老婆 我们听不听他的话 所以呢 各位当老婆的话 也是要当写内助 这我觉得快乐的源泉 家庭和谐 听老婆的话 第三呢 我觉得怎么样快乐 经常去旅游 吃美食 享受美食 最近日本有一个学者讲啊 那年纪大的人啊 营养要好 除了自己家里的营养 要有时候到外面去吃吃美食 不要太瘦 年纪大太瘦你 抵抗力不好 免疫力也不好 肉胰 一定要 但是不是告诉各位 吃很多 绝对是要的 还要多咬 训练你的 死觉的力量 年纪大不一定都要喝那种流脂的 要有咬劲 吃肉 吃蛋白质 你才有肌肉 才有免疫力 才有抵抗力 等到你生大病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来用 就这个提到的这个 那我觉得呢 美食 那是理由 我们的这个全台中国有史以来 有四位皇帝 年纪超过八十岁的 做皇帝的寿命不长 只有四位 武则天啊 乾隆啊 乾隆有一个好处啊 经常跑到江南去玩 就是去旅游啊 各位去旅游的时候 不是觉得早餐很幸福吗 你去旅游的时候 早餐一吃的吗 一个吨头以上 有没有 吃一吃 又跑出去 走一走 又进来吃水果 又跑出去 又喝咖啡 尤其碰到那天 早上没行程的时候 11点才check out 然后一个早上都 都奋在早餐店 我们现在人呢 很忙 早上呢 不不不就走啦 也没做得吃 都带着吃 告诉各位 早餐是喂谁吃的 喂自己吃的 中餐喂谁吃的 每一餐都喂自己 怎么哪里这么自私 中餐是为朋友 同事老板吃的 因为你要认真工作 晚餐喂谁吃的 对家人吃的 要家庭和谐 坐在一起 喂家人吃的 宵夜喂谁吃的 喂店家老板吃的 喂店家老板吃的 跟我们开医院医生一样 明明这个病人不要开药 结果又开药给他吃 实习师就在说 教授啊 这个不是不要开药吗 给药剂师有一口饭吃吧 所以刚才我们那个 闲事讲的 他说这个给店家 不是 宵夜是给饿鬼吃的 是鬼吃的 不要吃宵夜 知道吗 这是养生最重要的 就是零食点都不可以 有人有的晚餐又要睡觉 以前还要来一杯啊 太太还要很辛苦 做个点心给他吃 今天开始不做了 贵了 先生说命要长 再来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无老 我看各位年纪都 需要无老的时候 哪无老 老生自己的身体要好 对不对 老伴 老伴 老本不要吗 要啊 你没有钱 老本 再来什么 老友 在座都是老友 再来一个是什么 老狗 有人说老去啦 兴趣啊 朋友 像杨艳展啊 教授他们都是这些 运动打球 这个 你有什么兴趣 理由也是 要培养你是一个兴趣 来学医经 就是无老的一个 现在的人要学习哦 你看那个 你们各位都会赖啊 都会用手机很棒啊 那天小明没有去学校上课 那个老 阿嬷去外面倒垃圾的时候 看到 诶 那个不是小明的老师来了吗 啊 小明没有去上课 那个老师 可能要家庭谎问 要问他 阿嬷就赶快回家去 就用 马上line给小明说 小明你赶快躲起来哦 啊 老师要来看你哦 那小明看到那个阿嬷的line 他说 就跟阿嬷回一个说 躲起来不是我 是阿嬷 因为我跟老师说 我阿嬷死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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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你不是死了吗 阿嬷说今天头七我回来看一看 大家跟我说阿嬷讚 倘若欢迎好 阿嬷可以赖 要学习心知 读艺经也是学习心知 勇于挑战 不要怕不会 哎呦 来去跳舞 不行啊 来唱歌 无音不全 不用怕 人也知道你的年纪唱不好应该嘛 你如果唱成了人 就怀疑你的年龄啊 所以你的年龄稀爆啊 对不对 不要怕 这个是 好 人生啊 Anyway 就是要像茶叶蛋一样 有裂缝 才日味 人生没有很顺的 高高低低不一样 记得 跟茶叶蛋一样 有裂缝才日味 好 那 科学家研究说 影响 这个是 长寿的生命 大概 饮食在百分之六十 最重要 其次呢 遗传 十五percent 再来呢 那个国家的水准 医疗制度 大概是占 十个percent 另外呢 地理環境那些占8% 7%是其他的 所以飲食是你常受健康最要緊的 那世界衛生子豬 对人的常受饮食也特别重视 过去很重视党固醇高血压的种种 最近重视几个事情 我跟各位提一下 第一个重视糖 请各位不要吃太多糖 癌症细胞很需要糖 听到这样不要吃都很多糖 所以最近也有人叫做生酮结石 不吃糖的来结石 但是告诉各位 糖是我们的power 热量 你不吃糖 我们身体的能量就会燃烧 什么 燃烧我们肌肉的 最后再燃烧脂肪 等到燃烧脂肪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同中毒 这是糖不够的地方 糖不够 你会精神萎靡 因为它是神经细胞的传递 有关的 也不好 糖太多呢 不好 大家可以想到的一定是糖尿病 中风 失智 头脑不好也跟糖有关 癌症也跟糖有关 糖不要吃太多 刚才杨院长一直说 他从来都不吃糖 杨院长的体重都维持得那么好 今天是非常盛情难窃 各位做那个什么 蛋糖那么好吃 我就看到他已经吃了好几个 糖呢 各位有没有觉得你肚子饿的时候吃糖 那一餐就不用吃了 饱饱的 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吃糖 你就会营养不良 因为营养会失去平衡 那种你就没吃了 所以糖千万不要 第二个他提到的是盐 这个盐巴在下之余 我们台湾人的盐 吃的是比世界都超过标准 有人说 我就没吃多鹹 以前我们都吃什么 重口味 现在很多餐厅去 我那天碰到一个餐厅的老板 跟我讲说 最近奇怪 好多餐厅来吃完的客人 都跟个complain说 你们这个料理能不能淡一点 但是他老板他说 他很难 很难抓 因为有的人要淡 有人重口味的 你淡的话 他觉得索然的不好吃 所以他这个也是 但是告诉各位 盐太多不好 我们小时候常常被妈妈骂 盐吃太少会怎么 落头门 小孩时代都跟我说 你吃盐你就落头门 表示什么 对身体不好 肾脏味不好 那高血压 盐尽量要控制 大家会觉得说 我也没什么吃盐 但事实上你的佐料 现在有一篇报告写说 你吃的番茄酱 那个是糖里面很多 盐巴很多 盐巴很多 那这些糖 盐啊怎么样去克服 除了拒绝他 还有一个呢 我们在吃饭的用餐的这个程序都有关 像今天中午啊 我们在这边吃便当 非常的丰盛 我可以说今天中午的便当啊 能吃能吃能喝是健康吗 不对的 会吃会喝才是健康的 好 如果水果是水 水果是水 溶性的水果 那么你就可以换钱 但是你吃的水果如果是油脂的 酪梨的那些的 那你就要换后吃 好 第二个吃什么 河汤 你去西餐的话 它来的就是河汤 再来才吃前菜 再来呢 鱼跟肉 蛋白质 那最后才吃什么 还有蔬菜在前面 汤以后蔬菜 鱼跟肉 再来就是碳 最后才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台湾人 大家都吃的米饭 如果你把这个顺序这样子 做一个在这颠倒 你差不多都饱了 你的米饭就会吃的很少 我们现在的人大概都是 米饭先吃 后面菜又吃很多 所以瘦不下来 也不是养生的规矩 所以从这一方面去改变 那另外呢 要跟各位提到一个重要的就是 要把你的肠胃的这个 这个环境做好 因为我们肠胃呢 是控制了我们人体的抵抗力 免疫力高 百病都不会生 就是我们的肠胃要尽量培植好菌的环境 所以鼓励各位多吃油肉炉 这个油肉 给它吃好菌 不要便秘 一天能吃就要能够排 一天不只是一次 要两次 想尽办法去一张两次 不要有在肠子里面很多宿便 这样你就会更健康 皮肤肠胃好的人 皮肤 很漂亮 看起来很年轻 漂漂亮亮的 不用再去美容 不用再去买衣媒 这是台湾的病 因我成功妙的生 以上大概是跟各位讲 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讲一个整个生活里面不要紧张 不要生气 生气对身体不好 紧张的生活也不好 现在的人生活很紧张 绝对要去改 你把你的脚步tempo变慢 所以有所谓的舒服 慢佛 那紧张的心情 每个人都会有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开刀房的门口 那个医生都会来跟病人打招呼 说某某病人 你今天要开刀 请你放心 我会全力的跟你开刀 我会很用心的照顾你 我会用心理 那个病人就拉着医生的手 说医生啊 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开过刀 这是我第一次开刀 所以我的心情很紧张 医生说你放心 你紧张的心情我能了解 因为你是我当医生以来 第一个要开的病人 这个心情 紧张心大家都了解 OK 好 我想这来很重要的就是 三仓要定时吃 每一样东西都要吃 不喜欢的也要吃 要均衡 有一个科学报告 每天要吃25种食材以上 各位想想看 早上到现在 你有没有吃过25种 没有晚上就大量的吃 还有25是什么 每一口要咬25次 咬25次 吃得慢 慢慢咬 不会变胖也不会变笨 因为你在咬的时候 刺激大脑 所以不会变笨 我上次讲一个笑话说 一个教授去精神病医院演讲 然后那天出来的时候 他的四个轮胎 有一个轮胎的四个小螺丝钉不见 那个教授真的没办法 虽然是教授也是没办法 旁边就有一个年轻人说 你怎么不会把前面四个螺丝 每一个都哪一个来 把它装到后面去 这样不是能开车了吗 各位说是不是 是 那个教授一看 你不是这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吗 他说是啊 我是这个精神病院的病人 我这个精神病院会好 但是你这个笨不会好 好 再来就是运动很重要 我有时间的关系也不在 运动排汗 要注意运动 不要受伤 有人未来运动 运动伤害 甚至划不来 要记得运动 要喝水 水很重要 不然会脱水 水呢 最少每天都要2000cc以上 请教一下 你喝的咖啡 喝的茶 算不算你的水分 不算 为什么不算 为什么算 茶啦咖啡不是水泡的吗 为什么不算 记得 你喝咖啡啦 你喝茶 喝进去以后 我们还是要用同样的水分给它排泄掉 所以不算水分 记得吗 有个病人跟我说 好辛苦哦 我以前喝茶 喝咖啡 喝汤 都有2000cc 结果你说不算 都光喝白开水 我怎么受得了 记得 水是白开水而已 我想最后来做一个结论 那个健康 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 那我们师傅 文言师傅告诉我们 大家学医经 身体健康 心安宁 里面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牌子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 健康呢 一个是身体上的健康 一个是心理上的健康 另外一个 就是社会的健康 我们现在人影之间 家庭 社会 很多地方都不健康 所以我们的健康 真正健康的内涵 就是包括这三个部分 那每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去健康 我有一本书 就刚跟各位讲 人耐心 以前很畅销的书 这个我到中门来 我把它捐给这个中门 书呢 就印了 大概是印了2万本 那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直营长 比较清楚 说现在还要多少 那我这题目 当年我在政大的时候 就江之音长他在桂冠负责的时候 他帮我偷偷的三四十年前 就把我偷偷的已经从香港进大陆去了 那就是那本书很畅销 就叫做快乐的傻瓜 傻瓜 也许说你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快乐 不是在于很短时间或者很尽力的这个项目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请 炎音法师代表这个 炎从法师呢 那么就请他 我是说我们中门 那就大家也都会要分享 看看自己本身有什么心得 对于这样一个 在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那有什么可以大家可以的互相借敬 互相勉励的 我们请炎音法师 好不好 好